嗨,大家好,我是Micky老师 今天要分享的绘本是 时钟国王 我们可以看到书上有一个时钟 他到底是谁呢? 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时钟国里有一位时钟国王 国王的脸上有两根指针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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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走着 长针一个小时转一圈 短针动作慢 半天才转一圈 长久以来指针都正确地指出时间 时钟国里的所有时钟 都按照国王的时钟在运行 早上国王的指针一直到六点 就会有一只不古鸟 从皇冠里飞出来 咕咕咕咕咕 六点咯 早上到了 体操时间到了哟 时钟国的人们会一起起床 聚集集在皇室 聚集在皇宫前的广场 接着大家会一起做早餐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做早餐 身体好 身体好 国王的指针 国王的指针一直到七点 咕咕咕咕咕 七点咯 早餐的时间到了哟 不古鸟 不古鸟 不古鸟大叫 然后大家一起享用早餐 国王的指针一直到八点钟 不古鸟就会叫咕咕咕咕咕 八点咯 工作的时间到了哟 大家便一起开始工作 十点是散步时间 十二点是午餐时间 一点是午睡时间 两点是运动时间 三点是点心时间 四点是游戏时间 五点是阅读时间 六点是晚餐时间 八点是洗澡时间 九点是睡觉时间 在时钟国里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如果有人不遵守时间 哦哦就会被关进监牢里 但是啊 时钟国王其实是个非常悠哉的人 就算不古鸟大喊着 咕咕咕咕 六点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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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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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就算不古鸟大喊着 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 五点咯 阅读的时间到了哟 哦哦 可是我还想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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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partis 皇冠里的布谷鸟飞了出来说 咕咕 咕咕 只要把石钟弄不见就好了哟 原来如此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那天晚上 国王偷偷地把短针拔了下来 藏在四位们找不到的地方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知道几点钟了 好棒哦 好期待明天哦 国王说完就钻进棉被里睡觉了 隔天早上太阳已经升起 天空变得很明亮 石钟国却还一片安静 还没到早上吗 还没到六点吗 因为没有听到布谷鸟的叫声 大家都不能起床 只剩下了长针 没有办法知道时间 石钟国里的所有石钟都停止了 皇宫里乱整一团 国王的指针被偷了 赶快找出犯人 赶快找出犯人 士兵们在石钟国里 士兵们在石钟国里到处寻找 到处寻找 诶 这个时候国王在做什么呢 我啊 我在懒懒的内床 慢慢的散步 好好的玩耍 拖拖拖拖拉拉拉的吃点心 尽情的做我想做的事情啊 哦 没有石钟 真是太棒了 国王很开心 接着国王的肚子饿了 嗯 差不多该吃饭了吧 当他走进餐厅 厨师却哭着说 国王真的很抱歉 因为不知道吃午餐的时间到了没有 所以我没办法煮午餐 国王从一大早到现在 除了点心以外 什么都没吃 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 四位和士兵也饿得咕噜咕噜叫 什么 没有石钟就不能吃饭 哦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耶 于是国王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地把藏起来的短针放回走廊 找到短针了 找到短针了 四位们大喊着 国王啊 假装不知道的样子 哦 真的吗 找到了呀 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国王把短针装回了脸上 把时间调回十二点 咕咕咕咕咕 十二点咯 午餐的时间到了哟 布骨骨鸟大叫着 厨师们急忙着煮午餐 石钟国的人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开始准备吃饭 石钟国就这样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从此以后 国王再也没有把石钟的指针拔掉了 不过有件事情和之前不一样 国王颁布了一道新命令 没有遵守时间的人 不用被关 好 故事说完了 好听的话请给Micky老师拍拍手 可以的话请去买这本绘本 石钟国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a ya Quan